看了一则新闻啊 就是说在上海有一个 粮食粮厅的房子里边住了22个人 也就是说群租了 被人举报 去了之后发现一个粮食粮厅的房子里 有22个租客 高低床 C嘛 每一个区间 每一个这个房间 地上的电线呀 撕拉乱接 涉及到很多安全隐患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这些人被清退 就是这个租房的这些人被清退 那么对于这一件事情 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评论的 一个是 你看这个大城市生活条件这么差 他们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地方 是没有人愿意 让自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 你想22个人租一套房子 是吧 肯定生活条件会很差 但是有点办法 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 有人这么算了一笔账 22平米啊 是 就是二 不是22平米啊 两厅 两厅的房子 一般是90平米 因为他们一般是80到100平米的话 那么22个人 一个人平均是4平米 有人这么算过一笔账 三口之家 如果是三口之家的 这么这个房子就是12平米 如果五口之家的话 这个房子 他们的房子就是20平米 如果算到这儿 就有人说了 想当年五口人住一个20平米的房子 都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既然到大城市去打工 我们既然到大城市去赚钱 我们既然还没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那么我们住在这样的房子 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钱都用在租在大房子上 我一月挣了 比如说挣一万块钱 租了个大房子 给人三千 或者是四千 还剩六千 我何必呢 我在我当地找一个五六千块钱的工作 不香吗 我觉得也确实如此 就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生活条件 因为我们就是来吃苦的 普通人出来打工 出来赚钱 就是吃苦 就是拿苦来换钱 所有的话都有道理 就是你正说有道理 反说有道理 正说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打工人 住在这么环境 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 应该让他们住在一个好的房子里 不能让二十二个人住在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里 一套房子里边 然后呢 还有人说 我们就是靠这个省钱 对吧 我们租不下大房子 都有道理 但是我们可能忘了一件事情 最终这些人是被清退了的 不允许在这个地方住 那么有人说 你住哪 是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话题 你住 你让他们住在哪里 你让他们二十二个人 挤在一套房子里边 电线撕拉乱接 我就问你 一旦产生消防问题 火灾 或者其他的一些治安案件 你说这个责任 谁来付 你来付吗 你敢付吗 你付得起吗 你赔得起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国内 虽然说 打工人在上海也好 北京也好 有群租房 条件很艰苦 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沦落到 在某些地方出现的租床 一个笼子 就是 都知道是哪 就是我只租一张床 这个床是有铁笼子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日本有一个胶囊公寓 有人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 江湯公寓呢 就是一张床 专门只租一张床 为什么我们不推行这个东西呢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们制定一个措施的时候 就是为上位者 这些在高处制定规则的人 他们制定一个规则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 不是这个规则有什么好处 而是这个规则有什么坏处 好多时候人家说 作为一个大国 知大国若烹小仙 什么什么意思 不要乱折腾 咱们我记得咱们以前 前几年不是提出一句话 不折腾吗 这个话是有好多含例的 行于不得不行 止于不得不止 我们制定一个措施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是 这个措施有什么恶果 我们制定了这个措施之后 它的后患有多大 它的恶劣的后果有多大 我们两害取其轻 我们或者三害取其轻 一定要找那个坏处最大的 也就是说 比如我们去医院看病 首先考虑的这个药 它的副作用大不大 而不是它的料 这个药效有多好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的副作用有多大 就好像我肚子里有蛔虫 我不能和皮霜制这个蛔虫一样 肯定这个皮霜制蛔虫 绝对已绝 是吧 但是你敢吃吗 稍微控制不住 那就是人虫两命啊 人也完了 虫子也完了 所以说 每当我们制定一个措施 老百姓认为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可以了 但是人家为上位者 要考虑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能解决了 他的后患 他的副作用有多大 是每一个为上位的人 他必须考虑到的 刚才我说过 拿喝皮霜 治蛔虫 蛔虫肯定能治 那人能不能活 这真是真是个大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允许在中国推行 胶囊公寓 如果我们允许在中国 中国的大地上 在我们大陆 允许说啊 你到一个城市 国家就允许说 租一张床给你 不管是上铺还是下铺 我们都知道那种床还分上下铺了 就一张床 然后呢床上还有一种专门的小柜子 你在这个床上能让你睡 然后呢 这个床一圈是铁笼子 是铁栏杆 这一张床就可以让你 就是在里边 就是叶绵八尺 睁开眼之后 你自去想办法 我是说 这个办法肯定能解决好多打工人 比如说农村打工的 我们到了城里 我们辛苦一个月 能够攒下这个钱 最起码能解决目前好多人 非法去群租的这么一个问题 可是你想过 它的后果没有 如果国家允许只租给你一张床 这是合法的话 那么这种低值的 这种低成本的床 迅速就会蔓延开来 刚开始的时候 租床的人恐怕 这里边还包括胶囊公寓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还包括胶囊公寓 如果国家允许 这种东西一旦泛滥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出于良心 出于几千年文明给我们的压力 以及 让别人知道之后有什么后果 比如说这个人在大城市挣 魅心钱 那么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张笼子 这张床或者是一个胶囊 他给你的租金很低 会皆大欢喜 似乎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就是我们一张床就可以了 并且国家允许 来打工的人就认为 我在这个地方 有了立足之地 有了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 那么会有更多的人 到大城市来打工 那么你就会发现 人越来越多 床还是那么多 毕竟能安床的地方是有数的 床可以换 但是地方是有数的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恶果 床的价钱 以及胶囊公寓的价钱 会越来越高 你会发现 一个城市的基础的 基础的租金会越来越高 最终依然是解决一个 解决不了一个什么问题 是我一个月挣了钱 也就是 跑去租金之后 和我在当地差不了多少 而你居住环境会越来越差 原本国家说 你得租 比如说最起码 你得租一间房 你最起码得保证 比如说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 是有规矩的 比如说大城市 一个人要保证10平米 一个人比如说 要保证10平米 或者一个人要保证20平米 低于这个平米数 是违法的 那么群租 它违法的最根本的地方 不在于它的 这个消防隐患 你把它重新走 走线可以啊 你找一个专业的电工 把线路走好 一个床 给它配一个灭火器 对吧 这绝对是消防安全 是最容易解决的 但是你能不能 刚才我算过啊 一个人是4平米 我们国家 我记得最低是15平米 也不是12平米 再大的城市 最低也是 你不能低于这个数 低于这个数 你就犯法了 那么 那么4平米 绝对是犯法的 一张床 一米长 两米 一米宽 两米长 单床 这是最小的啦 啊 这是 这就是2平米 当然也有90的 啊 0.9平米 那就是1.8平米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12平米的话 放上一个除了这个1.2平米的床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啊 如果把这个房子 我们就租给你一个15平米的房子 再加上一个床之外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那你就是20多平米 你的居住环境是很好的 有人说 出不起这个房租啊 我再说句 你不爱听的话 租不起 咱就回老家去 老家的县城 老家的这个城市 还是能够放下你的 那个地方的租金 加上你的这个 就是除去你的租金 绝对能让你过上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 到大城市 如果我们贸然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 就会造成 所有的后来人都会陷入到 1.8平米的一张床的这么窘境当中 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 这种低于法定 低于法定平均 平均居住面积的这种租赁方式 才保证了每一个打工人最终是有尊严的生活 这个尊严当然是有牺牲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贸然降低这个标准的话 你每一个人依然只能去 最终要沦落到那个1.1.几平米的那个上面 我们由于只有10平 有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么一个个人的居住面积 才能保证每一个打工人 他的居住面积 你注意 如果他给的工资太低 这边就有问题 如果他给的工资太低 打工人找不到这个房子 找不到这么一平均10平米 或者12平米的这么一个租地的话 他租不起啊 租不起怎么样 他就会回去 那么你要注意 咱说的最难听的 他一个厂 比如要租100人 他这个厂子才能维持运转 才能开下去 结果由于他给的工资低 让打工人租不起这个房子 造成这100人凑不够 他这个房 他这个厂子开不起啊 我是说 那么厂里的老板 就会在剩余价值当中 请注意 我说的是剩余价值 在剩余价值当中 分出更多的一部分 给打工人 让打工人既能存下钱 又能租得起房 而这个房 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 个人的居住面积 否则的话 最终这些人 依然会陷入一个怪圈当中 就是我除去那张床 以及那个胶囊公寓的钱 我留下的 剩下的这些工资 依然不够我的生活 所以说 群租 是 就是超过一定数额的群租 就是比如说 这次的人均四平米 在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不允许的 因为每个城市的 个人居住面积 是有一个规定的 它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不一样 你比如县城和上海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它每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定数字 数字 而上海肯定不是人均四平米 它这个数肯定是远远的低了 这个城 我记得应该每个人都不能少于十平米的 应该十二 我记得是最低 上海应该是十二 这个数字 我们又去查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上海的法定居住面积是多少 低于这个数 国家市不是说它违法 你租赁那时候肯定是违法 有的人家里 我比如说我穷 我就住了很小的房子 国家最终是要把这个人均的这个数 向法定这个数靠的 你可以不租 我自己就二十平米的房子 我住了六个人 我家穷 但我不是租进来的 我不是租赁 你要租 这就有个说法 我一个人平均是多少平米 这个是保证你的最基本权益的一个措施 可能你不太理解 我说了半天 你也不一定能理解 你也不一定能理解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租个更小的房子 真的 那个后患无穷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